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复杂的地方在于它的内部结构 要保存飞机 要维护飞机 要保存弹药 相应的作战官兵和服务人员要吃要住要活动 更重要的是航母它终究是一个作战指挥平台 集成了复杂的电子系统 武器系统和指挥系统 总的来说航母这东西就是要把一个空军基地塞到一艘船里 还要确保这个基地机构合理运转良好 不但要攻防兼备 还要在需要的时候跑得快 航母这样一个可以移动的军事基地 一直让沿海国家特别眼馋 但是全世界能造出它的国家屈指可数 很荣幸 也很开心的是 我国是其中之一 那些造不出来的国家就想办法从别处买 有钱的就买新的 没钱的就买个二手的 印度在1957年从英国买了一个二手小航母 经过改造取名为维拉特号 这艘小航母被印度使唤了40年 直到1997年被彻底玩坏玩残的维拉特号 才悲惨退休 后来 印度又先后从英国和俄罗斯 买过两艘二手航母 玩的久了就产生了自己动手整一艘 国产航母的疯狂想法 想法落实的年份是2004年 印度政府拨了5亿美元给国内的科钦造船厂 让它尽早开工 为了纪念第一艘航母维拉特号 这艘还没受惊的国产航母 就给取名叫了维克兰特号 这个词在印度语的意思是勇敢 科钦造船厂接到订单 半年后宣布立项动工 如今13年过去了 印度这艘国产航母依旧是个半成品 正式出海的日子 恐怕连造船厂的厂长也说不清楚 这艘神奇的航母的图纸来自法国和意大利 制造甲板的特种钢材 来自有严重拖延症的俄罗斯 其他那些我们难以列举的东西 基本上得从全世界采购 印度人算是只负责造船壳 造了几十年 总花费已经超过了30亿美元 还是没造好 维克兰特号至今已经下水三次了 有两次是因为科钦船厂 在接到其他的订单之后 因为空间不足 所以把维克兰特号暂时推到水里给腾地 等负责采购配件的部门买到东西了 再拖进船屋继续组装 当然即便是完整 充分的把所有零部件都搞到手 这艘航母也未必可以按时完成 因为组装航母不是组装电脑主机 组装起来还得能用 不出事这才行呢 为此我们只能说 有造航母的理想是好的 敢自己动手的勇气也是值得鼓励的 但是印度的制造水平 那实在是不应该挑战这种高难度的项目 印度在独立之前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英国人走之后 印度招搬了英国的体制 也是议会制 也就是说 总理是国家一把手 总统是谁 不查资料的话 一般人听都没听过 现任总理莫迪 2014年5月份上台执政 看看这几年 中印两国之间发生的各种不愉快 就知道这是一位秉承了印度人 反华抗华优良传统的总理 他在上台之前 就对中印之间失衡的贸易状况很不满意 对已经造了十多年的维克兰特号航母的烂尾 也不满意 在莫迪上台的2014年 中印之间的贸易逆差高达378亿美元 也就是说 我卖给印度的多 印度卖给我们的少 他们家靠卖大米卖橡胶 辛苦积攒的美元 每年都会有378亿流到我国来 这个让总理莫迪感到肉疼 他想解决这个问题 上台之后 莫迪花了四个月时间熟悉办公场地 跟各部门官员出去吃饭拉关系 忙活到九月份 觉得搞定了这些杂事之后 提出了一个雄伟的计划 这个计划叫做印度制造 大致内容就是要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制造业大跃进 目的是摆脱对中国货的依赖 扭转中印贸易逆差的局面 争取早日 让印度人都骄傲的用上印度货 如今 这个计划已经执行了三年多了 印度制造的现实效果 对于莫迪和围着他的印度小粉红来说 一定是失望而心酸的 对于我们那部分一直看印度不爽的同学而言 效果却是喜闻乐见的 根据最新的数据计算 2017年中印贸易逆差达到了600亿美元 这也就意味着 莫迪轰轰烈烈推动印度制造的这三年里 我们卖给印度人的东西更多了 同时 印度卖给我们的东西也变少了 印度制造这个计划 被外人认为已经失败了 看数据的话 莫迪这个宏伟计划似乎真的没有能成 挺好的一事 怎么就弄不成呢 因为制度有弊端 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全国有27个邦 邦这个行政区域按级别算的话 相当于咱们这的省 但是既然人叫邦不叫省 说明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这个区别在于政府的形成方式 我们省其实中央政府的下级机构 无论省政府的一把手 还是省政府的财政收入 都要接受或者服从国家的安排和指导 但是印度这个邦 他就不是了 邦基本上是独立于中央而存在的 邦长是各邦自行选举产生的 各邦的税收和预算也基本上自己说了算 联邦政府很难干涉 印度联邦政府和各邦政府之间的关系 就跟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的关系 是一样的 是什么样的呢 曾经美国某位州长觉得近期兜里钱比较紧张 就对打算过来指导工作的总统奥巴马喊话说 我们这州不太欢迎你 我看你儿别来了 恕不接待 有同学看到这个就表示不理解了 一个基层官员啊 既然敢这样对总统说话 这是不是不想混了 那州长淡定的表示 奥巴马是人民选的 我也是人民选的 我为选我的人负责 他为选他的人负责 他管不了我 我也不怕他 这种体制的好处就是民主 在印度 无论是文盲还是教授 都可以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去 比如一起排队选帮长 和一起排队选国会议员 然后间接选出总理 所以民主一直是印度最值得自豪的地方 也是很多西方国家青睐的东西 所有那些想拉着印度在东南亚或者印度洋制衡我们的国家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罗斯或者日本 虽然心里清楚 印度的实力几斤几两 但是民主这方面 他们表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门槛 只可惜啊 印度确实文盲比较多 整体看上来不但教育水平落后 经济发展状况也很落后 一个落后国家却有着完善的民主架构 把权力关进了笼子 并且分散到各处 常常骄傲的以亚洲最大民主国家自居 这到底好处多呢 还是坏处多呢 相信各位眼睛也能看得清楚 那我们也曾经不厌其烦的念叨过 民主程度高和日子过得好之间 没有必然联系 印度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较低的经济水平 以及糟糕的基础设施 让它的民主光芒一点都不要眼 莫迪同志提出 印度制造的初衷是美好的 但是不同的邦之间 是不是会影响这个政策 那就不一定了 要是某个邦的邦长 对总理这种宏图大业公开反对 莫迪还真是没一点辙 他不能发个红头文件 以对抗中央的理由 免去这位邦长的职务 然后换个听话的人 不同邦之间的官僚系统 有不同的工作习惯 不同的收费标准 不同的投资政策 甚至是不同的语言 这一切都变成了繁重的经济成本 政府想对国家动这种大手术 可实现性非常低 说不定防军服还没有穿好 已经被弹劾下台了 这种时候 制度的劣势所产生的阻力 是国家一把手非常无可奈何的 网上有个帖子是这么说的 想把一批货从印度首都新的里 运到印度沿海城市孟迈装船 一路上花掉的运费很贵 有多贵呢 贵到和同一批货 从我们这广州走水路 运到孟迈是一个价 虽然海运的价格相对便宜 但是前者可是在他们自己国内 直线距离只有1000公里 后者的实际距离远超过5000公里 这个例子的背后反映的是 印度不同邦之间道路状况的差异 收费的差异和管理的差异 在那种地方 想修一条贯穿南北 穿过多个邦的高速公路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那些不会说话 没有思想 但是属于特级保护动物的牛群 都不得打扰 更何况和村民谈争地补偿 这种事呢 如今 印度最大的优势是 庞大的人口和低廉的工资 人口庞大 意味着市场的消费潜力巨大 低廉的工资 意味着利润高 因为看中了这些 所以这几年 有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 纷纷搬到印度挖宝 但是这些企业后来 也没有在印度大富大贵 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 也没有因为这些外资 而出现什么奇迹 备受莫迪关注的制造业水平 依旧没有多高提升 他们从我国制造业领域 进口的产品 反而一直在增加 像我们证明着 他们家的消费潜力 还真是挺大的 印度在制造业领域的威胁 但是至今没有搅起多大的风浪 没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人口 很难形成高效的劳动力 没有统一语言 却被奇怪宗教 占领大脑的人口 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劳动力 那些臃肿却不听指挥的 官僚机构和落后的基础设施 都会变成经济发展的阻力 所有这些问题 都不是某个县城 或者某个城市存在的问题 而是整个邦 甚至整个国家 存在的普遍问题 即便精英的顶层管理者 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但是联邦制下 各地对顶头上司那种不屑 注定了解决问题 是既艰难又漫长的 印度制造 想要威胁我们 可以送给他五个字 认重而道远 好了 咱们今儿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或者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 我们的力量节目局势军的政治课 已经完结并在公众号 局势很有趣上 有免费视听板块 您可以关注并获取更多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